Lun Sang 作词... 欢迎继续收看APP Inventor 课程 上一堂讲完绘图动画之后 我们会谈说感测器的部份 感测器的部份分别有不同的感测器功能 这些感测器功能是属于非可视的原件 今次介紹幾個常用的感測器功能 第一個叫做加速度感測器 當我們拉出來放在下面 會見到這裡有一個非可視的元件 代表這個元件不能觀看 但可以利用手機的功能 或者本身已經有的硬件 進行一個配合的使用 我在畫面上分別做了六個標籤 而標籤1、標籤2和標籤3 分別是顯示加速感測器的X方向移動 Y方向轉動和X方向轉動 在介紹這三個轉動之前 我會說一下元件屬性的部分 元件屬性其實這次的部分不太多 第一個啟用就是加速度感測器的功能 第二個叫做Legency Mode 因為舊版的Android系統和App Inventor 本身都有它自己的一套感測器 這個功能主要是由舊版的Android或App使用 它的感測功能會相對弱化一點 不過它能夠兼容以前的一些硬件系統 比較弱的系統的支援 而在下面有一個叫做最小間隔 最小間隔是指加速度感測值 每一次感應所得出數字的每一個空間的時間間隔 預設是400 會建議大家調整到300至200 最後有一個敏感度 敏感度分別有三種 一個是敏感度弱 一個是敏感度適中 另一個是敏感度高 預設是適中 接下來我們會說程式的部分 程式設計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看加速度感測器 上面的內容不多 主要有兩個觸發加速度感測器的功能 一個叫做加速度變化 另一個叫做加速度避遙防 避遙防是指只要它感測到轉動時 就會觸發這個部分的功能 我們這次主要是一個加速度變化的功能 加速度變化分別有X分量 Y分量 Z分量 三個分量所代表的功能都不同 我們首先會選擇標籤1 我們先將標籤1設定做X分量的感測值 我們可以選擇標籤1的文字 然後在上面的X分量裡面取得X分量 再放在程式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 感應到X分量的時候 它是怎樣利用手機去感測分量 現在畫面上會看到有一個X分量的數字在計算中 所謂的X分量是指當我們的手機 向水平方向轉動的時候 的一個轉動的角度計算 我們現在手機畫面上看到的地方 就是現在手機在移動時的情況 當我的手機向左手邊 特別是螢幕轉到左手邊的時候 我只要慢慢轉動 這個X分量的數字就會增加 最多會去到10 當它到垂直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個數字最高的時間 如果當我攤平它 它數字會慢慢減少到0 而負值是什麼意思呢 負值是指在畫面移動到右手邊的整個情況 好像我現在把手機放在桌面上 如果我把畫面轉到右手邊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負值 也就是代表反方向的意思 最大的數字都是10 當我放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回復原狀了 在這個情況 就算我們把手機反轉 如果我們再測試相同的情況 當我們畫面向著右手邊的時候 會看到畫面向右手邊 會出現負9這個數字 而我們如果把畫面轉到左手邊 它會得出9這個數字 也就是代表不論它是畫面去正面 還是去反面 它所得出的結果都是相同的 只要向左手邊方向 數字就會增加 而轉到右手邊的話 數字就會減少 再接下來 我們會試一下Y分量的功能 Y分量我們會把標籤1 對角色標籤2 然後把X分量我們拿走 我們會取Y分量項 然後拼好程式之後 我們再會看一看程式的 會得出一個什麼情況的結果 在這張畫面上會看到Y分量不斷計算 在計算數值 這個計算的數值可以看回畫面上的相機 當我們手機的正面向前傾 在自己方向傾斜的時候 就會看到數字會不斷增加 最大的數值會去到10 然後我們嘗試再放在桌面上 然後我們嘗試把畫面反方向向前轉動 看到畫面垂直的時候 在手機慢慢變成垂直的時候 就會看到數值慢慢吹人於10 但是這個數值是負數 也就是代表Y分量向反方向移動 如果我們現在慢慢放平 放在桌面後 就會看到數值就會歸零 同時我們一樣嘗試反轉的手機 然後我們嘗試把有螢幕的方向向著自己的表面向前移動 會看到數值會是負數 然後我們嘗試把畫面向著手機方向移動 會變成正數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測試一下 有哪裏不同 因為Y方向和X方向會少一些地方的不同 對著正面和反面的方向會有不同的結果 大家可以先嘗試一下成不成功